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看到信義鐵道園區二期的一個開源 那鐵道園區的地景公園 事實上從過去賴清德前市長的時期開始啟動 歷經了一期二期 總共目前為止的園區的面積 有高達7公頃以上 那麼也期間開闢的時間長達6年 那所以說很感謝銀建署的幫忙 他提供了這個幫忙2.35億 那能夠讓這個許多設施可以得以成就 而且許多這個景點的營造也都可以做得好 那但是我們覺得其實這部分只是一個過程 我們還會持續的對於信義鐵道地景公園 我們會努力的繼續在做 那中間有牽涉到自行車道的部分 還有其他部分的營造 還有包括一些有時候騎起來是蠻曬的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去思考怎麼樣讓他做得更好 那我想這個部分也可以當作一個是典型說 像台塘公司跟地方政府來合作 能夠把這個地方的點的經營起來 而不只是讓他隨著行廠的一個停產就慢慢就荒廢掉 我們覺得其實這不可以 那信義鐵道地景公園結合長勝營區 結合信義美術文化園區 這樣子的一個一連算 我相信希望能夠讓大家知道信義從過去的一個行政中心之外呢 也營造了一個文化還有藝術的一個好的一個特色 我們希望說不管是自然的地景像天鵝湖 或者是這個文化的地景像這個我們鐵道地景公園 我們都希望說讓打造新營成一個非常適宜移居 非常適宜休閒的地方 我們希望很多人看到任何一位 我們希望有些消滅的地方 我們希望OTC0202 到此為冇聞口 我們希望我們不要去優先 我們希望不能振動 我們希望突然間會被突破 我們希望能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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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